马总统在美国出访 而且在这个多米尼加的国会的演说上面 跟议员一块来为这一些伤者们祈福 那么其实先前有传出了 在出访之前外界希望 马总统的这一次行程 是不是就暂停出访了 因为考虑到观感的问题 但是您知道马总统怎么说吗 他说自己该做的都做了 留在国内也无法防止 可能的不幸往生事件发生 而此言一出 引发了伤者以及丧者的家属极度不满 我们花一分钟的时间来莫岛 为了罹难者的这个 以及所有的受难者的家属 来表达我们最诚挚的问切 以及关怀之意 多米尼加国会演说上 共同为巴仙城报意外伤患其福 但马总统却遭质疑 敏感时间出访不恰当 能做的该做也都做了 当然我没有办法 我即使留在国内也没有办法防止 他们有些人可能会不幸往生 但是我至少把这个都做了 曾因为城报事件加上台风影响 马英九有意大消出访念头 但没料到一句 我即使留在国内也没有办法防止 他们有些人可能会不幸往生 引来家属不满 我们这样子说 我们心理上非常的 非常的当 国家领导人应该是给 受害家属要打气才对 而不是在 让我们的心情啊 在受到伤害 马总统失言打击家属的心 过去也有潜力 前国防部长蒋仲宁 曾因为军中不当管教 致死案例暴增 语出惊人说 哪个地方不死人 印发轩然大波 最后出面道歉才平息民怨 但马总统呢 毕竟他的位阶不同 他在讲这时候 要更考虑到一些伤者的 一些甚至死者的一些家属的感受 他应该要再更谨慎说这些话 连民众都无法接受 马英九大劳员跑到国外 共同祈祷 本是一桩美意 却因为失言一句话又在家属伤口上撒盐 记者综合报道